大家下午好啊 咦 什麼話 下午 要煮什麼餐 晚餐不是應該晚上煮的嗎 今天小弟要做的菜比較多 我女兒就回來吃飯 她帶了兩個朋友 我就說對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今天我就做些紫日菜 跟大家分享一下 拍片分享一下 這樣也是的 不過呢 為了要遷就拍片 我就要早些開工 要不然我就做不切 我也講過的 其實入廚 即是家廚 無論家廚也好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時間的管理訓練 我經常跟子女說 如果你要成功的話 時間管理 你能夠做到多少 那你就能夠成功多少 這個題目就說了 今天到底煮什麼菜呢 大家看看這個排面 猜不猜到有什麼食 今天我主要煮三樣菜 三樣菜 有栗子炆雞 有沙茶醬炒 這個是花甲王 也有蒜蓉開邊蒸蝦 這三樣菜 都可以作為節日菜的用途 那我買了一隻雞 港燦 都是買了一隻平雞 60元 加了價 剛剛才知道 加了5元雞 都是在那間店裡買的 那 栗子雞當然要有栗子 是不是 栗子 你看看小弟的廚房 是多麼狹窄 不過基本上 香港人的廚房 就不值錢的 也是最小的地方 那我這個廚房 大概6呎 乘7呎 即是不到2米 乘2米多些 所以 大家可以想像有多小 好了 那 我就發了些冬菇 臨出去買菜之前 臨出去買菜之前 那 大家今晚無論如何 一定要看那個 栗子蚊雞 我有一個獨門秘方 即是職業廚房都會很少用的 但是 我在職業廚房裡學回來的 就是怎樣可以令到冬菇 發冬菇變成新鮮冬菇的口感 OK 啊 什麼 發冬菇乾變成新鮮冬菇的口感 有沒有那麼誇張 有啊 那 好了 跟著然後 那 有栗子 栗子 那 有這個 五隻辣椒 有紅 有綠 那大家應該想像到 我來做什麼了 當然是炒蜆 那為什麼我要浸著它呢 因為呢 它便宜 啊 就是 五隻 這裏十元雞 那 我看一看它 咦有得夠啊 那 所以呢 就拿回來浸 OK 十元雞 抵了 起碼省了五元 這裏 然後這蔥也是 這蔥呢 我昨天我忘記了放在冰箱 那有點死死地 那我唯有浸回去 只要它不是完全死了的話 那蔥呢 是可以浸回去的 那蔥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通常 即是去街市呢 我都會是 特意選一些 乾身一點的蔥 啊 好像很不漂亮 但你放在冰箱 它只要不死 你第二天 浸回它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全部 挺回來了 OK 那 那 那 講到是炒蜆 那當然有花甲 那現在的花甲呢 我就養著的 那我放了兩斤的海鹽 加了是 大概是兩升的水 OK 那 那是生的 哇 真的今天的花甲 雖然貴 96元 那我買了就200元 即兩斤鬆一點 但是一隻都是生的 那 那通常 短時間之內 養著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隔天一定會死的 那跟著之後 這個蒜蓉開邊蒸蝦 是不是 那當然要用大蝦 我用什麼呢 這隻 澳洲的大花蝦 那通常要這麼大隻蝦的話 都是 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 等等 好 基本上 都是 急凍蝦的 但是很多人就有一個技術 就說 急凍蝦行不行的 首先你要明白 魚葉的生產模式 OK 那魚葉呢 即是不同 其實我們呢 即是 香港的魚船 或者普遍呢 就是東南亞的魚船 或者普遍全世界的魚船 都是個體經營的 那但是西方的 即是魚葉呢 它早就已經是 集體化的了 那它用了大船 它的大船是 附帶有自製的兵工場 製兵工場 很大隻的 那所以呢 這些蝦雖然說 是急凍 但是它是一上水 就馬上急凍 所以呢 其實呢 它是跟新鮮蝦沒有分別的 OK 它升到大隻 我給大家量度一下 更長我的手掌 OK 這些蝦呢 就適合什麼 除了煎大蝦之外 當然是用來 蒜蓉開邊蒸 如果不是就沒得吃 沒東西吃的 OK 基本上介紹了這些 那今天呢 就做三樣菜 我都會拍三個視頻的 即是拍三條片的 一個是栗子炆雞 一個呢 就是蒜蓉開邊蒸蝦 一個呢 就是沙茶醬炒 這個蝦 尤其是是 這個是 其實三樣菜 都有獨特的地方 第一 就是 我用一個 呃 大師傅 教育的 一個傳統的 一個燜蝦的手法 OK 那我當然都是用 用沙煲的了 說明今個冬天是用沙煲的 那 另外呢 那個炒蝦 很多人就 我知道很喜歡吃炒蝦的 不過 炒蝦很麻煩的 其實不麻煩的 OK 行不行 那就看看我怎麼炒了 那至於那個蒜蓉開邊蒸蝦 我可以告訴你 只要跟著我做 你絕對有機會贏過專業廚房 絕對有機會 OK 那至於你贏不贏到 就看看你細不細心了 因為處理海鮮 很多時候 就是在小細節那裡 所以三條片都不要錯過 好了 那就介紹這些 大概完料了 跟著之後我就分開拍片了 OK 好了 大家好 那 大家 我先處理完 這個 先處理完的雞 現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那個 蒜蓉開邊蒸蝦 OK 可以不可以 材料很簡單 這個是 我今天買了 這個是 澳洲的大花蝦 急凍的 通常 蒜蓉開邊蒸蝦 用待日大蝦 通常都是急凍的 很難得在香港買到 真正游泳的大花蝦 可以不可以 OK 花蝦才有這麼大隻 所以 唯有買急凍 但是大家不用怕 我先頭都介紹過 我開始的時候 介紹過 因為西方 處理急凍的程序 他們現場馬上處理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蝦 不新鮮 大家可能在街市 都會見過有些蝦 冰鮮 不是脫頭脫頸 脫頭脫頸 因為他們的處理方式不一樣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想知道它是否新鮮 首先 就要看 首先 就要看它這個 後尾枕的這個部分 如果它脫出來的話 即是不夠新鮮 如果它不脫的話 即是夠新�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隻隻都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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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硬硬這樣屈它 它那些都不是脫的 OK 行不行 所以 大家不需要擔心 新鮮度的問題 好了 蒜蓉開邊蒸蝦 就很簡單 就是蒜頭加蝦 OK 接下來 大家看看我怎樣做 等等我先倒一點水 先把蒜頭拿來浸蝦 大家看到這些蜆蜆嗎? 我一直養著的花甲 懂得套沙 這個很生猛 雖然是很貴 我買了兩斤 但是是值得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買到有很多死蜆 所以貴的東西 真的值得 現在就開邊蝦 開邊蝦 我們一般就用 磨一磨刀 這個是習慣 很多做慣廚 一開始的時候都可以 都是這樣做的 夠力了 然後 然後 開邊蝦是怎樣開呢 有很多人有很多種開法 用刀片 或者各樣 首先開蝦 開蝦 用刀片 用音力按住 可以嗎? 可以嗎? 用音力按住 手指就不會 不會刺傷的 放心 不要用蠻力 如果用蠻力 就真的會刺傷的 好了 在背部定位 首先向前推一刀 再拉一刀 好 現在已經進刀了 然後用手指 按住頭 然後一直推刀到尾 現在蝦就出來了 那蝦 看不看得到 這樣就可以成為一半半了 可以嗎? 我給大家看看 那 都是那句話 我在鏡頭面前 就沒有那麼靈活的 而且 都要 就是 給大家 就是 為了要遷就鏡頭 拍片 所以 就會慢一點 我現在 接下來就快一點 先剪掉蝦 然後拿手 按住它 用音力按住它 用手指 記住 千萬不要 這手指不曉 我告訴你 到時候 你說 喂 這裡不是 我扁真手 這不是我教的 好了 在蝦背那邊 首先 輕輕 先定位 向頭那邊 就拖 向尾那邊 就推 去 OK 推了一半之後 反轉蝦身 一剪 鮮豆呢 我入刀也入得不好 蝦殼爛了 那 我都說了 我要真實的 很多時候 NG我都照給大家看的 那 又有一半了 好 排好 OK 好 我會越來越快 我盡量可以做到正常的速度 雖然未必可以 因為拍視頻很麻煩 好了 好 這些東西彈到到處都是 OK 反轉蝦頭 向自己 在腰背那邊 先按著它 好 向頭那邊 就拖刀 向尾呢 就推刀 它差不多開了一半 反轉蝦 那這個呢 當然沒有刀片 切刀 因為通常 那些廚房 為了要快 方便 他們用刀片 拿著蝦蟹 這樣 湯 OK 我們自己廚房 就可以揹 如果見到蝦腸 那些可以撕掉 OK 然後排好它 排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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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蝦味斷了 我直接切了它 第一下下刀 那時候 那隻 左手 用力少少 因為 那些蝦殼可能 會硬的 OK 那時候 如果你不斷拖 不斷前後拉 那些蝦殼就會爛 那些蝦殼 那些蝦殼 就要用力 OK 那些蝦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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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保持針板乾淨 因為你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剁 如果針板不乾淨的話 那些蠟燒 和水 就會撕到四處都是 尤其是處理海鮮 更加要整天 要刮針板 好 大家看不看到 唉 我都怕切到手 又要看鏡頭 我確認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要不是到時候 全部outflow 就死火了 好 看到蝦腸比較髒 就剁了它 現在呢 最好你做完之後 就用水再沖一沖 這隻蝦比較髒 所以我一定要剁蝦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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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剥刀剥掉 大家不需要介意 最好盡量 看到蝦腸 這些是蝦腸 這些是蝦腸 這些是蝦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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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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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剪到七七八八 我不浪費大家的時間 接下來我會處理蒜蓉 再開機 好 好了 已經剝了蒜頭 洗乾淨 大家記得 剁蒜蓉之前 頭 我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頭有硬 切掉 因為做蒜蓉 硬是不好吃的 明白嗎 好了 之前我已經做過一次 做蒜蓉 這一次 做蒜蓉汁 變得更加多 十隻大蝦 用多少呢 用兩塊 兩塊 換算成四粒 獨子蒜 如果是兩個蒜包 就變成八粒獨子蒜 明白嗎 好了 這個時候 一如既往 為什麼我切蒜頭 都要開視頻呢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開蒜蓉的時候 是一氣可成的 行不行 好了 首先你想切蒜蓉 切蒜蓉 切得漂亮 和快 首先要切片 這個時間 切得越薄的話 就會切蒜蓉 切得越漂亮 記住 這個時候 都會有少許彈出來 但是 你放心 我這個方法 是很乾淨 之前我都介紹過 不過 之前 就很少蒜蓉 這次 就是一碗蒜蓉 即是開出來 就是一碗汁 記住 這個階段 切得越薄 切出來的蒜蓉 就要越幼 和越漂亮 記住 記住 拿第二節 手指 第一節 第二 抱歉 第一節 第二節 可以嗎 就頂住 提刀 不要過高 你永遠都不會切傷手 就好了 直到現時為止 針板很乾淨 對不對 好 好 最後幾粒 切完 這樣 就是 這樣的做法 我每次都是 之前介紹也是 這樣的做法 先切片 再剁一粒 就變成 減少蒜頭 周圍彈的機會 就很乾淨 下一個步驟是怎樣 那隻手 我這隻手 你等一會 好 拿這隻手 頂住 把刀 類似拖刀的做法 先切細粒 這個做法 就是避免那些大粒的蒜蓉 最容易彈的 OK 避免它 整天周圍彈 這個時候 我都未剁的 很多人 這個時候 就開始剁 當然彈到周圍 是不是 是不是 直到現在為止 針板 都尚算乾淨 不要讓它彈到周圍 有空 避免 避免刷 現在就是另一個方向去切 不是相同的方向 可以切斜 這樣就可以令到 原本的蒜片 慢慢變成蒜蓉 即是左手 現在我頂住 把刀拿來定位 當然 其實我這樣也可以 不過 線路就比較嫩 就算了 變成有機會 剁得不均勻 不要以為 即是 那些影視效果 即是剁得很瀟灑 但是呢 是有步驟的 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可以 即是用雙刀的 我等一下用雙刀給你看 但就不是這個階段 大家可以看到的 我砧板周圍 是不是尚算乾淨 是不是 就不會彈到周圍 這個可以開大量蒜蓉 你必需要用這個方法 如果不是 這些蒜蓉 就會彈到周圍 不過當然 間中有一兩顆彈出來 都無可避免 好了 去到這裏 我就可以用雙刀 加快速度 等一下 我先把刀洗乾淨 這個呢 即是 每一次用完 洗刀 抹一抹刀 再放在刀座 這個是標準動作來的 如果有水在那把刀那裏 就會生瘦 當然 片刀拿來剁 就真的 浪費了少少少 雙刀 不過是骨刀和菜刀 沒有辦法 家裏沒有理由兩把刀 OK 好 先定好位置 因為我兩把刀的重量不一樣 所以我左右手必需要協調 但因為我十幾年都是這樣剁 變成我協調到 如果是新手 即是好像我朋友上來 他說讓他試試用 用上刀很帥 誰不知他就剁到四處都是 那 因為我是開蒜蓉汁 變成 我要剁得比較小 就不可以隨便 即是炒錯我都還可以隨便 但因為我要開蒜蓉汁 變成我便要剁得有些 所以必須要出動雙刀 和大量蒜頭 現在都彈 不過呢 就不會彈到整個廚房 都是 都是在砧板周圍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是要用陰力的 即是不要看那些影視作品 即是很瀟灑的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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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誰不知 其實你在家裡 你一定會嘟到周圍 即是你照觸它做的話 你見我現在呢 速度 都不是太高的 一來我要拍視頻 如果我太高速的話 其實蒜頭都會彈到周圍 都是的 看不見到 我雙刀是有角度的 這樣呢 我就可以 我移動那把刀呢 就變了有不同的角度 就快點可以剁得好的 就不是這樣平刀 平刀呢 你剁來剁去都是那個位 是不是 是不是 好 現在差不多可以了 這樣呢 將邊邊的那些再撥到中間 因為邊邊的那些還沒剁好的 有朋友會問 喂 我說你剁蒜蓉這麼麻煩 我買這個 什麼什麼 即是那些 樽裝蒜蓉 可以不可以 我告訴你 那些是Bush來的 只有不懂得進廚房才用 才用 懂得進廚房的 當然是自己剁蒜蓉 因為他預先 即是做好了 那個蒜蓉醬 那變了 那個蒜蓉醬 用來做什麼好吃呢 用來焗蒜蓉麵包 就好吃了 但是如果你說 用來炒東西 真是 該灰了 說一句 我不是柴它抬 因為有些東西 你真的不可以 就是 你必須要在現場做的 你必須要在現場做的 譬如說 我也是自己炒的 你要知道成分 你炒的柴油醬 一定比它好吃 OK 那就剁完了 算不算乾淨 大家看看周圍 是不是 就是 有些示範 我看到都想笑 我心想 你是不是在拍笑片 就是 我不是柴人台 不過我想告訴你 就是 凡事都有個方法 OK 現在呢 我就先 那我已經盡量快 我不知道要拍多少分鐘 因為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是開蒜蓉的部分 因為 因為 這個開蒜蓉開得好 就是 你擺脫你自己家廚 永遠做不過酒樓的 一個宿命 那 也是 那 先洗一把刀 最重要 少許都要洗 這些是基本的 保養知識 和衛生知識 來的 抹乾它 先放 再放在刀座 OK 那 洗刀順便洗手 好 好 最重要的部分 不要錯過 那 就 噢 對不起 未刮針板 我經常都說的 刮針板是一個好習慣 保持衛生 保持美觀 雖然我的針板是黑色的 不過大家 我已經解釋過很多次 就不解釋了 之所以黑色是因為它濕了水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拌蒜蓉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這裏呢 就兩個蒜包 是不是 那有十隻蝦 是不是 那這裏 那十隻蝦呢 都超過一斤的了 OK 那所以呢 就放多少呢 放三分二斤鹽 啊 啊 跟著之後放 半斤雞粉 那這裏又被人柴台的 不過 啊 半斤 半斤 半斤雞粉 是 OK 那就可以了 最主要 其實蒜蓉呢 就是鹽加 鹽加 鹽加這個 是蒜 油啊 去開它 那這個呢 蒜蓉呢 是很吸油的 所以呢 多些油都不怕 大概這裏我已經下了 起碼有四湯匙的了 那 給大家看一下 OK 剛剛好少少 看到有油滲出來 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怎樣做呢 接著我們就攪拌 等等 這個因為對焦問題 攪拌 不要停 不停攪拌 咦?不夠油 我怕被你們說多油 誰不知就原來不夠油 再繼續下 開蒜蓉是要放很多油的 OK?行不行? 好,就這樣攪拌 大家看著蒜的變化 現在是否起了一些散? 這樣就對了 但仍未可以的 因為呢 它還有邊邊的味道 未上油的 攪拌這個蒜蓉是最重要的 你攪拌得好的話 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 中式的話 用來蒸龍蝦 用來蒸扇貝 用來蒸這個 這個 貝殼類 蒸這個 聖子 甚至蒸這個 蒜蓉龍蝦 甚至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做這個 做這個什麼呢? 是的 發色 月色的蒜蓉麵包 OK? 那 除了這些之外 還可以做什麼? 燒茄子 全部都是這些 OK? 你想那些蒜蓉不辣 但是有蒜香味 又要好吃 這個過程你一定要拌 拌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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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 完全起膠 水與膠融交在一起 這樣就對了 OK 行不行 下不下雞粉 大家自己決定 但是我一定會下一點 OK 其實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些海鮮酒家 蒜蓉可以不給味精給你 不過那些醬油有味精 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有時候你要 怎樣說 你要好吃 是不是这么执着呢 我知道这个处理海鲜 这个手法一定有人非议的 我再说一次 你们都没试过真正的鲜味 到底是什么味 不是见到鱼 见到虾 就是说叫海鲜 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 不是这样的 好了 看看 听不懂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不见到 OK 起到它变焦的 那就完成了 行不行 好了 这个拌蒜蓉就拌完了 等一会蒸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拜拜 等一会再见 好了 大家 终于轮到蒜蓉虾了 朋友们在外面看电影 所以突然间平冰滚滚的 蒜蓉蒸虾 即开边蒸虾 就很快脆的 就不用用很长时间的 大概是七分钟左右就OK的了 那现在就放到锅盖 那调这个是七分钟 一 二 三 六 七 OK 然后就 便不要理这层了 通常我們都是這樣去處理 蒸東西其實都是很簡單 所有的程序都是標準的 主要看它的時間就是看它的重量、厚薄 重量、厚薄 基本上是不會有過熟的現象 如果一旦人多的話 例如我家庭聚會一般都有十幾個人 我一定是煮足八個菜 那我如何這八個菜 可以好像酒樓一樣 一個小時之內出光 而大家又不會鬆大家的興趣 又可以吃到熱辣辣的菜 通常我就要用雙爐頭的 雙爐頭的話又蒸又炒 所以馬錶是很重要的 那麼多年下來練定 我就很自由的 主要要記住 蒸蝦不用太久 尤其是開邊蒸蝦 七分鐘就頂光了 蒸條魚都講緊的 九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行不行 接著我現在就關機了 等待我下蔥 和做滾油的動作 等待會是最重要的 我們能不能夠做到比酒家更加好吃 專業廚房更加好吃 第一就是要開蒜蝦 開蒜蝦都是跟酒樓一樣 但是跟著下來 等待蒸熟之後 那一下動作就是決定 到底我們的蒜蝦開邊蒸蝦 可不可以贏過酒樓的關鍵 OK 好了 又一樣可以了 哎 響鐘了 七分鐘搞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效果如何 這個時候就可以關火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細心一點 每隻蝦呢 都加少少蔥 OK 那 大家看到的 我下蔥 下這些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沒有平時那麼瀟灑的 因為呢 我要保證 每一隻蝦都有碰到蔥 那等待會呢 我蘸滾油的時候 的動作是有關係的 OK 那盡量呢 可以每一隻蝦都有蔥 啊 看一下先 OK 好 那接下來我就 我就 我就 蘸滑油了 先關機 蘸滑油那一下 我才再開機 好啦 大家 那 我現在呢 就特意呢 就開一個 鏡頭 開一個 段來看一下 就是 就是 怎樣去蘸滑油 如果普通的話呢 一般的廚房呢 他們就只會是 就這樣 撥滑油下去的 啊 我就不是的 每隻蝦 每一閘蔥 我都會 放一滴滑油下去 OK 務求呢 就是每一隻蝦 都有足夠的 熟油 滑油呢 是淋過這個 就是 那些蔥面 這樣呢 那些蔥香 就可以滲到那隻蝦那裡了 這個呢 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能不能夠做得 好吃的 酒樓的 一個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 跟著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跟著做什麼呢 我們就要 看到 啊 我每一 摘 每一道蔥呢 我就放 兩滴醬油下去 也都是啦 同時間就務求呢 經過滾油 淋過的蔥面呢 啊 可以再吸收了這個 這個 醬油 啊 那個香味 OK 還有鹹味 這樣呢 就相得益張了 喏 我這裡整體呢 這一道菜呢 我不是放很多醬油的 OK 但是 每一隻蝦 都最少有 一滴醬油在裡面 那經過這個是 分開去 蘸熟油 分開放蔥 分開放醬油 放生抽 這個呢 就是我們能夠 將這個蒜蓉開邊 蒸蝦呢 就是做到 好吃過 外面的一個 最主要原因了 OK 行不行 這次真的做完了 真的要去吃飯了 其他那些炒菜呢 我就不拍視頻了 即是 我都說的了 我所有的東西都是真實的 包括上一段視頻 有我們的私下對話 OK 錄完音 OK 我們是真實的 我們真的要開飯的 去開飯啦 肚餓啦 拜拜 這個 正不正 行不行 吸不吸引 OK 就這樣啦 拜拜 吃飯啦